你好,新年快到了,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吗? 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,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开心时光。 那在你的记忆里,最有年味的事情是什么呢? 我觉得最有年味的就是大年三十,然后大家一块,家人们一块围在一块吃团年饭嘛, 然后吃完团年饭呢,就小孩就是去做自己的事。 十二点的时候呢,小时候的时候会去天台上放樱花嘛, 回到家里还有奶奶煮的汤圆吃,其实我印象中就年味儿了吃。 小时候会不会爸爸妈妈要求给亲戚们表演节目吗?表演什么节目呢? 就小时候,也不是说爸妈让表演嘛,就是很多亲戚朋友就到了时候, 哎,你们是什么时候,就干脆唱歌,然后跳个舞什么的。 就大概类似这样的要求吧。 过年回家一般会吃什么菜? 过年的话,因为我家里就是会做饭的东西嘛, 所以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想吃, 但是基本上每个都是勾起我的味觉,对。 有没有煮火锅的秘籍分享给大家? 煮火锅的秘籍就是用纯粹的水去煮火锅, 会更加的好吃,更加的干净。 那今年过年想得到什么新年礼物吗? 今年的新年礼物呢,就希望也没什么要求,就看着北边。 看着北边? 如果要给新年第三个绝对不倒的flag,会是哪三个呢? 新年的flag,就是要睡得饱,吃得好,穿得暖。 如此干燥的东西,有什么补水小天使想和大家分享的吗? 就是在家里面,应该要添置一箱,穿越,一箱不够,就两箱,两箱就完事了。 小凯最后有什么新年祝福要送给粉丝朋友的吗? 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,然后呢,万事如意,恭喜发财。 寿比男生还付出东海,天天开心。 最后最重要的是,别忘记了,穿越的新年礼包。